副都心而看到不少建案正在新建当中 但现在就传出有不少预售屋买主 近期已经愿意降价赔售 方众调查发现像是这个已经接近完工的建案 年底就要交屋 当初建商预售平均开价68万一平 但最近却有屋主52万赔售 其他临近建案也传出都有类似状况 新北第一圈开始出现逃命潮 他们即使说开价有60几万 他们投资客转手的在55 56万之间 其实他们都还是有赚的 因为贷款的比例大幅的下降 那投资客要花的本金就更多 所以他们就干脆那就去先在交屋前先买 那回收一些现金 还有像是华谷这个建案 两年前主打绿井公园生活环境 每瓶开价60万 创下土城新高价 但最近也传出有屋主每瓶47.8万求售 看看目前出现降价逃命潮的地区 已经杀入大台北第一圈 新庄土城更不用说第二圈以外 暗量又过大的淡水林口 甚至是桃源清普特区 在去年五月份谈到现在市场的交易 可以说是非常的低迷 我想会把坪数降小一点 我们的这个过去的这种比较大的坪数的 上百坪以上的 大家大概会把它降到需求型的这种客户 建商叫苦连天 投资客有人早逃命 有些被套住政府打房效果陆续浮现 但买不起房子的无颗蝸牛恐怕依旧无感